大家好我是阿斌 刚刚有客户送了一个电视机给我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电视机看着挺大的 牌子是个先锋的 这是后面 型号是LED40V600 说明这个是40寸的 这标签还在这里说明还没修过 这台电视机有点问题 说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所以不要了 然后直接就送给我了 说下次家里有东西坏了 叫我给它便宜点维修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拿回去试试看 到底什么情况 把线全部连接好 插头插上去 这红灯是亮了的 这个客户送给我的手 遥控器没有给我 手动开一下 蓝灯亮了 但是屏幕不亮 没有声音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拆一看 到底什么问题 打开就这样子的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这是主板 这里面有个逻辑板 这是个喇叭 这也是喇叭 这也是喇叭 三个喇叭 像打开了 电源灯亮了 我们按上去也有跳变 指示灯的颜色也在转换 这个问题 有可能就是电源版有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拆开看看 球 电源高压一体板 就这样子的 客户说有时好有时坏 我们最主要的看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这个问题倒是比较常见的 好 好像看到问题了 你们看 这变压器的几个角 好像有点拖焊的迹象 看到吧 就是这里 其实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那说明这个液晶电视机 有可能要减漏了 我们直接用电路铁把这里焊接 然后再试试看 焊接好了 其他地方看的还挺 我们把它装好试一下 信号线插好 电源插上去 按一下开关 好了 看到了 电视机掉了 图标也出来了 看到吧 图像C都出来了 说明这个电视机就没问题了 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边压器虚焊了 我们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关掉吧 等会把这个壳子全部装好 这个电视机就没问题了 又剪漏了